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希望大家能给堂堂点个赞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医生的大实话,人不是老死的,再忙也花两分钟看看。 现在大家都在讲幸福,什么是幸福? 我认为健康就是幸福,有了健康并不等于有了一切,没有健康就等于没有了一切。 健康就是一个空心的玻璃球,掉下去以后就碎了,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皮球,掉下去以后还可以弹起来。 健康是单行线,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对待,养生从30岁左右就该开始,健康第一是要活得长,第二是要活得好。 活得长不长,活得质量高不高,很大程度取决于你自己对健康的看法,以及你自己生活的方式。 现在的人年纪大了才会关注养生,其实已经为时已晚。 养生应该是30岁左右开始,很多生活习惯是青年时候养成的,比如说抽烟喝酒,所以应该从青年时候就要养成好的生活方式,而不是中年老年时再考虑。 一,在健康问题上,你自己比老天爷管用,早上吃好,中午吃饱,晚上吃少,现在的人相反了,早上马虎,中午兑付,晚上大吃大喝,这就是百病之根。 早上这顿饭等于吃补药,是最重要的一顿饭,一定要吃营养早餐,主食必须要有蔬菜加水果,早餐营养不好,中午晚上是补不回来的。 二,全世界最不好的习惯是抽烟,抽烟的人气管炎,肺气肿,肺心病,最后肺癌,这是死亡三不取。 三,营养过肾一样中毒,营养过肾了一样中毒,每天一定要喝八杯水,因为水就是人的生命,现在很多人不会喝水,渴了才喝,错了,一定有空就喝。 不是渴了再喝,八杯茶行吗,茶不行,饮料,咖啡,啤酒都不能代替水,要喝茶也喝淡茶,不能喝浓茶,千万记住,水是人的生命。 四,人不是老死的,不是病死的,是气死的。 皇帝内经讲得很清楚,怒伤肝,喜伤心,悲伤肺,忧思伤脾,惊恐伤肾,百病皆生于气,讲得很绝。 人一定不要当情绪的俘虏,一定要做情绪的主人,一定要去驾驭情绪,不要让情绪驾驭你,记住情绪是人们生气的指挥棒,至关重要。 五,走路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,什么东西都是个度,吃饭是个度,睡觉是个度,锻炼也是个度,不锻炼不好,过度锻炼也会降低免疫功能,每天锻炼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。 锻炼内容可以采取最简单的办法,走半个小时光走路就行了,这是最简单,最经济,最有效的办法,但是走也是有讲究的,年轻人要快走,逐步快走,快到什么程度, 一分钟要达到130步,心跳要达到一分钟120次,才能达到锻炼心脏的目的,达到130步,120次心跳,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,要有个逐步适应过程,你这样坚持半年,你的心肺功能可以大大提高,走路是要解放双手,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,如锻炼脊椎的十点十分法,倒走法等等,一个人一定要从年轻开始, 要持你的标准体重,一旦胖了以后,你想把它降下来,谈何容易,实际上不是不容易,关键在哪儿,控制嘴,多动腿,人就是死在嘴上,懒在腿上。 六,喝醉一次酒,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,世界提出六种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,第一是吸烟,第二是酗酒。 七,家庭不和睦,人就会生病,有专家认为,人的疾病70%来自家庭,人们的癌症50%来自家庭,小吵天天有,大吵369,也不要不吵架,不说话,半个月都不说话,那不得憋死啊。 我还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,说是离婚人士,丧偶人士,寿命片段,这个有科学依据,孤独比贫穷更可怕,夫妻恩爱的长寿,夫妻健在的长寿,孤独的就容易出问题,容易短寿,这是普遍规律。 但怎么样让家庭和睦,这是一门学问,必须解决四个问题,第一要尊敬老人,第二要教育好子女,第三要处理好婆媳关系,第四这条柔奇重要,夫妻要恩爱,这是核心。 夫妻怎么恩爱,要做到八护原则,互敬,互爱,互信,互帮,互威,互免,互让,互谅,人都有个性,都有毛病,要经常提醒自己,算了,让着他吧。 他只要高兴就行了。 八,每天健康生活,要做到七个方面,第一,一定要吃好三顿饭,第二,一定要睡好八个小时觉,第三,每天坚持运动半个小时,第四,每天要笑,身心健康,第五,很特殊的,每天一定要会大便,第六,一定要家庭和睦,第七,不吸烟,不酗酒,每天健走,健康要从每一天开始,每天健康就一身健康, 一定要记住我那句句话,能吃能喝不健康,会吃会喝才健康,胡吃胡喝要遭殃,用肚子吃饭求温饱,用嘴巴吃饭讲享受,用脑子吃饭保健康,要做到皇帝的早餐,大成的中餐,叫花子的晚餐,九,请大家记住一个原则, 吃植物性的东西一定要占百分之八十,动物性的东西只能占百分之二十,我们现在相反了,所以很多病都来了,肥胖也来了,糖尿病也来了,痛风也来了,很多人没有吃水果的习惯,大家记住, 一天两到四种水果,三到五种蔬菜,综合抗癌,保护心脏,这是21世纪营养性战略,珍惜生命从现在开始,养成良好的习惯吧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大家别忘了给糖糖点个赞,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糖糖互动,您的支持是糖糖最大的动力。 感谢观看